今天做的公寶雞 一定要加鬼跟馬 鬼和馬 鬼馬公寶雞 什麼叫做鬼馬公寶雞 來 我們馬上看一下 今天我們的鬼馬公寶雞 準備了哪些東西 公寶雞 大家根本都是用雞胸來做 會比較澀嘛 對 吃得比較香 所以我們今天用雞腿肉 而且是去骨的雞腿肉 吃起來很爽快 它裡面都滑滑的 然後一樣 乾辣椒 蔥段 香 對不對 蒜頭 對 雞腿形香料都來 或者是花椒 對 花生都有 對 那最厲害的是這個 鬼馬 這個應該是要配豆漿 對 這個是配豆漿的是新鮮的油條 這個是有年紀的油條 這個油條看起來 老媽媽 這看起來好像放很久 這是故意的 故意把油條炸到老 一根一根分開 我們在吃飯糰的時候 裡面的油條很脆 很脆 有沒有 對 這是老油條 故意把油條炸到更硬 更老 要回炸好多次對不對 對 回炸好多次 對 為什麼叫鬼馬呢 其實鬼馬這個作法是 鞠段人家做的 以前我們知道鞠段有一個 這個香港有一陣子 我們交給外國人來統治 這個沒有別的意思 我們鞠段人家稱這個 藍眼金黃頭髮都叫老鬼 老鬼 那以前我們是講 這是炸琴怪 鬼馬菜就是說炸老鬼 炸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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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那個生氣的那個情緒 通通發現在炸油條上面 對 所以 加了油條 工飽 麻辣的作法 他們叫做鬼馬 好 那雞腿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把它切成定 你也是抓了一點太白粉 對 我們利用雞腿這個濕潤感 我剛剛雞腿有醃一點點的米酒 一點點的蔥 去腥 對 我們用手來拌抓一下 一點點太白粉 不要太多 跟媽媽剛剛的蚵仔不太一樣 媽媽剛剛的蚵仔是一顆一顆 要把它分得開 那我們這邊是 把太白粉通通抓附在雞腿的外表 好 通通把它抓附上 所以我們剛剛有抓了一些辛香料 它這樣大概要放多久的時間 大概十分鐘 因為雞腿入味的速度很快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油鍋的溫度 一般我們試油鍋溫度 你可以這樣子放進去 會起泡泡就可以 還差一點點 我們讓它油的溫度高一點 妳看一下 有沒有冒泡泡了 有沒有 有 好 來 我們一塊一塊放 打轉一下比較不會貼心 我覺得媽媽在家裡 如果要做這道 可能要打口罩 好痛 來 好好吃喔 這麼大聲 有這麼讚嗎 我覺得就是雞肉有嫩 它有滑嫩的感覺 好 來 我們一塊一塊放 打轉一下比較不會貼心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要一塊一塊放 嗯哼 有很多媽媽因為有餅粉 那通常如果技術不是那麼好 有可能整個都黏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為了確保媽媽呢 做菜能夠非常的成功 真的我們一塊一塊這樣餅 比較安全 對 快快下去 甚至是說 我覺得你的量太多 你可以分兩次炸也沒關係 對 妳下鍋之後妳可以先推一下 我們輕輕再把它推開一下下 好 好 來 這邊可以再下個兩三塊 我們分個兩三次 把它一塊一塊 把它外表先縮起來 把它的香味先鎖在裡面 如果說我們在家裡面 油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個兩次來炸 沒有關係 這個肉看起來很嫩 對 像炸過之後的肉 它的肉汁都可以鎖在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說 所以剛剛那樣子的油溫 大概媽媽要掌控在多少度 180 所以是滿高溫的 那你可以插一根筷子下去 如果它會起泡泡了 如果它會起泡泡了 就是已經在180度左右 下鍋之後我們輕輕推一下 利用這樣子的泡炸法 可以把雞肉的湯汁 通通鎖在裡面 我們要把它炸熟嗎 把它炸熟 待會兒我們在拌的時候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你的原理跟媽媽有點像 就是說我們其實今天穿燙 保住它的嫩度 對 然後你用油炸的方式 保住它的鮮度 對 過油 我們等一下就是用一個 快速拌炒的方式 對 用一個快速拌炒的方式 好 來 炸到炸到這個 是這個樣子來差不多 我們把它撈出來 謝謝… 撈出來 不過因為今天阿廷三 他切的這個雞腿肉 算是比較大塊 對 因為在外面的餐館 比較小 那多保雞丁 那個薄 都沒有多少 比較硬… 對啊 我們說保真的是雞丁 我們今天是說保雞塊 先把雞肉炸熟的時候 鍋子裡面還會有一些殘油 殘油 這個時候才開始做 你看鍋子裡面還有一些殘油 很乾淨 好 來 舀一點點 大概一匙 一匙的量 我們先把大蒜 因為蒜頭怕油溫高 對 薑片 先放進來 把它開開 先慢慢炒一下 先放進去之後再來開火 開小火就好 因為我們放了食材進去之後 它就會馬上降低油溫 對 溫度就會怕瞬間降下來 OK 好 慢慢炒 炒到它味道出來之後 今天最重要的主角要進來了 好大碗的乾辣椒 乾辣椒要香 我們要在這個時候放進來 慢慢煸 炒到它變色 好 來 這個時候要加 我們今天的秘密武器 花椒 花椒 花椒大概要放大食 放大食 花椒一樣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不能用高溫油 對 要很低溫 你低溫慢慢可以炒它 它那整個麻麻香香的味道 才會幫我味道出來了 好香喔 剛把味出來的時候 我們先嗆一點點酒在鍋邊 紹興酒 正點 好 嗆一下之後 我們放一點顏色 這是顏色 新鮮的辣椒 我們來搭配這個 大顆的新鮮辣椒 其實它的辣度沒那麼辣 對 它是搭配它的顏色有沒有 這樣五顏六色都出來了有沒有 那記得做工飽要乾香 你看我們的鍋子很乾 而且我們剛剛加的油只有一匙 一小時就來爆香這些清香料 對 好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鬼馬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加一點點的烏醋 大概一大匙的量 加烏醋的這個原因是什麼 可以把肉 蔬菜的鮮味提出來 加一大匙的醬油 好 烏醋跟這個醬油 都是一大匙 半杯的水 好 二分之一大匙的砂糖 我覺得媽媽在家裡 如果要做這個味道 可能要大口罩 好香喔 要享用美食之前 你看媽媽肚子有這麼辛苦 好 我們重點是要把這個湯汁 給收乾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把火開大 因為要不乾跟香對不對 對 好 而且其實邊讓它燒的同時 我們的肉可以去吸收它的味道 對 然後在這個時候 敲一點胡椒粉進來 不要太多 好 也是這個香料 對 好 讓湯汁收到拌乾 好 鬼馬的動作就在這裡了 記不記得我們去吃麻辣鍋 什麼東西最好吃 油條最好吃 好 油條進來 翻炒過之後 大火把湯汁收乾 好吃 好 拌炒均勻 最後一個花生米大量加進來 對 一定要的 花生 好 翻炒在一起之後 完成 馬上盛盤 來 小優 我們今天嗆辣的 鬼馬公寶雞 對 鬼馬公寶雞 既比鬼馬公寶雞 首先要先用米酒與蔥 來醃製雞肉塊 再用少許的太白粉 抓麻下鍋油炸汁 金黃後撈起備用 接著我們來爆香新香料 並且加入醬油 無醋等醬料 與雞肉塊一起拌炒 等到湯汁收到拌乾時 再放入油條就OK囉 我覺得這個雞肉有嫩 它有滑嫩的感覺 然後它的那個辣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辣 包括你的嘴巴裡頭 有辣的感覺 有麻的感覺 然後整個辛香料 然後加上這個花生 你在吃的時候 因為會有脆脆的咀嚼感 它那個花生的香氣也很充足 油條 油條就像在吃麻辣鍋對不對 很脆 它把那個辣味通通吸到油條裡面 反正油條比雞肉快要搶眼 它這個油條在最後大概拌的 前幾分才加進去 對 它的外層會吸收到醬汁的香氣 跟它的味道 但是你咬進去還是脆口的 對…裡面 因為老油條它裡面比較紮實一點 剛剛在炒的時候 真的好像鹹鹹 你會弄不住 但是吃的時候 那個麻的感覺跟辣的感覺 其實還受得涼 而且是很舒服的 其實夏天 有時候吃一些這種辣辣的東西 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我有代飯呢 代飯當然更好 但油條另外裝的